大家好,我是Kyoge 大家好,來到今個星期我們繼續說一些你在家或旅行在酒店會看到的用品 我們今次說的範圍就是這個 洗澡房 浴室 廁所 我們叫做浴室,浴室好像好聽 第一個說的就是浴室 浴室的日文我們會叫做 很多浴室裡面其實都是浴缸和廁所 廁所這邊就會有這個廁紙 廁紙的日文我們叫做 廁所旁邊的浴缸我們日文會叫做風呂 風呂是讀作風呂 風呂 風呂 如果你是喜歡花灑肉的話 拿著那個味道肥而不是浸肉的話 我們會叫做 沙瓦 沙瓦 好,當你進去洗澡的時候 你會需要一些洗澡的 例如蕃茄,洗頭水,護髮素等等 那這些日文是怎樣讀法的呢? 首先第一個我們說一下這個蕃茄 蕃茄的日文我們寫做石茄的 它的讀法是 至於洗頭水和護髮素是很簡單的 大家只要懂它的英文就會懂它的日文 它們的寫法是 シャンプ 是洗頭水 然後 コンデーショナ 就是護髮素的意思 那當你洗完涼的時候 你就需要毛巾去抹身 毛巾的日文我們叫做 TOWRU TOWRU 英文就是TOWR 其實都是差不多讀法的 那有時候女孩子因為頭髮很長 你洗澡的時候未必想洗頭 那這個時候你就很需要一頂玉毛去抹著你的頭髮 讓你不會洗濕頭 不用再吹乾頭髮 那它的日文讀法很容易 你只需要把這個 shawa和帽子的英文 整個讀法就是 shawa kiapu shawa kiapu 就是這個浴帽的意思 那最後一個就是 無論是男士還是女士都好 其實你都很需要一個看多的 不可能是看你知名的部位 或者男士就用來看梳 那你看多的日文我們會叫做 KAMISOLI KAMISOLI 那今天就說這十個關於浴室的人文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一樣 或者你家洗澡洗頭的時候 可以嘗試指著它 然後讀一次的 嗯 我覺得它很多都是外來語尼 所以你發覺很多都是 差不多讀音的 所以大家嘗試多寫 因為對我來說 它的讀音不難 就是你要讀尾一點 就會像它的日文 但你要記住它怎樣寫 就是有時候有些大一點 有些小一點 有些速音 有些長音那些寫法 我覺得外來語氣 在這方面是難一點 很難過它讀的 所以大家記住多些 你就可以記多些外來語 是怎樣寫的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也要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G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不是下個禮拜 我那就是下個禮拜 應該是明天 明天我會帶大家去 不同的地方 走溫泉 那我們明天見 小明天那 じゃあまたね 掰掰 拜拜